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昨日这首集一出来,网上就炸开了锅 不少人都称赞这首歌的舞台布置漂亮 舞蹈华丽,简直就是在看一场音乐会 当然,除了赞美之外,也有一些争论 也有不少人注意到,这个栏目对台湾艺人做了一些手脚 有些连名字都没说,有些甚至连画面都没有留下 是不是都是比较敏感的角色 一时间,网上议论纷纷 艾雅和王伟中对小S只字不提 首先,小S被冷落 艾雅与王伟中一同出现在节目中 艾雅将王伟中称为台湾历史上的行走人物 并说是她发现了自己与杨宗伟 却绝口不提小S 要知道,王中伟曾经是小S的经纪人 也是她将小S带到台湾最火的娱乐女神 两人情同父亲,不管是王中伟还是艾雅 都很有默契地绝口不提小S 可见小S已经不负当年的荣光 四位天王,三位天王 唯独没有蔡依林 大家都知道,中国台湾医院圈有四大三小 四大是指孙燕姿 蔡依林,小亚轩,梁静如 王心灵,张绍涵,杨承林 这个节目把台湾各个年代的歌星都给介绍了一遍 说到了四位大明星 说到了三位小天后 却没有说到蔡依林 难免会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所以这个节目一出来 立刻就被蔡依林顶上了热门 张惠妹在偷故事的人中被删除 张惠妹是大中华的超级天后 也是中国台湾音乐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位 在台湾歌界 她比蔡依林更有天后中的天后支撑 但整个比赛过程中 都没有张惠妹的身影 直到爱依良演唱了一首偷影子的人 歌词和曲目都是张惠妹的时候 她才知道原来的歌手是谁 节目中 那因打败了莫文伟和王妃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第一天后 这一次张惠妹也被提名了 但却没有提到张惠妹 可见张惠妹在这一次的选秀中 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仅用S和一两个字来介绍SHE SHE是亚洲最受欢迎的女性组合 为中国台湾的歌坛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说起女性组合 就一定会想到SHE 在介绍台湾的时候 节目里也提到了SHE这个名字 也给出了她们的照片 但是却只有艾拉和萨莉娜两个人 ZIP却是被忽略了 一言没有颜亚伦的飞伦海 说起台湾的女性明星组合 就是SHE 说起台湾的男性明星组合 就是五月天 苏打绿 飞伦 节目是关于飞伦海的 不过 镜头里只有无尊和汪东城两个人 陈一如也在其中 颜亚伦则被排除在外 颜亚伦最近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很久没有在内地发展了 这一次她竟然被芒果电视台给忽略了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可以说 昨天晚上生生不息宝岛记的首播 确实有许多值得玩味之处 许多台湾艺人都被剪掉了 甚至被忽视了 其中的缘由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